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六25日下午4点28分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去世 他患有恶性脑瘤 又被称为胶质母细胞瘤 自2017年发现患病以来 他一直在接受放疗和化疗 麦凯恩是美国政治家 共和党重量级人物 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 属于党内的温和派 曾于2008年与奥巴马进驻美国总统 麦凯恩担任参议员三十余年 以政治独立文明 据悉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与麦凯恩关系不墨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当内逾选阶段说 麦凯恩在越南战争中遭俘虏 不是英雄 麦凯恩曾经告诉白宫 如果他病故 特朗普不用出席葬礼 罹患脑癌已年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决定放弃治疗 据外媒报道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 扎麦凯恩的家人于当地时间25日发表声明 称去年诊断出罹患脑癌的麦凯恩已决定停止接受治疗 五篇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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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